對於外國人來說,香港的印象就是大都匯大城市 同時之間就是香港人很迷信 有學者說過,香港人對風水命理的廣泛程度 就像便利店一樣,隨處都可以看到 現在科學那麼窗明 但仍然有不少人相信沒有科學根據的事 你有否遇過或聽過一些人做一些很奇異 甚至乎你覺得是… 總之是相信所有奇怪怪的東西 而做一些奇怪的行為出來 Tarman,我經常做奇怪的 那我先分享吧,好嗎?我真的超厲害 在尼日利亞發生了一件慘劇 媽媽帶了兩個女兒 一個是九歲,一個是四歲 但她們兩個有頭膝的問題 頭膝? 對 然後她請教一個髮型師可以怎樣做 髮型師給她一個偏方 剪掉頭髮? 不是,是要用殺蟲水洗頭 這是甚麼常識 因為有些頭膝 因為有些殺蟲 有些塞膝,然後她真的順暢 那她打到頭皮,她會乾掉 不只,她是洗完後 那兩個女兒當場就在抽搓 然後吐霸了 然後大女兒死了 然後她用那隻洗頭 那隻殺蟲水 其實在當地已經說明 其實她是有很致命的農藥在裡面 很可憐 對,很可憐 對,很可憐 不是迷信,這簡直是沒有常識的 沒有… 真是可怕 其實有時候家人… 可能家人因為愛 所以做過一些錯的舉動 我有一位在台灣 有一對婦女 爸爸看到自己的女兒 半夜睡覺時會張開嘴 你之後不張開嘴 睡覺時會很容易有窒息睡眠 睡眠窒息症 然後這個爸爸就打電話給他 媽媽就打電話給媽媽 問媽媽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自己的女兒 晚上睡覺時不張開嘴 不要張開嘴 然後他媽媽教她一定要拿紅色的拖鞋 趁著半夜睡覺時會睡覺時會張開嘴 打開嘴? 對 因為女兒睡覺時會把她的口徑 拿紅色的拖鞋 偷偷進入她的房間 這樣拍嘴 不知為甚麼 還要拿一個穿著 然後用紅色的拖鞋 然後她的口袋就會合白睡覺 但這件事是被誰放上網 就是被這個女生的哥哥放上網 哥哥在網上就說 他現在還在做這個合衛 而效果是怎樣,我現在就不知道 其實女兒沒有醒覺 沒有醒覺? 她只是輕輕拍 只是這樣拍嘴… 很變態 她拍嘴 我的多鞋 她的縫色又不是多鞋 她自己有點模糊 偏方,對,因為迷信 覺得這樣可以治療 其實她很滑就行了 其實她去看醫生就行了 對 不用弄那麼多事 對,坦白給她也簡單 所以有時候偏方不可以亂相信 你們倆說的偏方也不適合用 我說這個偏方… 偏方是不適合用的 不是,有些偏方是不錯的 這個就適合女生或男生 你知道怎樣上位嗎?J2 或者在其他公司喝尿可以上位 特別是給女士 讓我告訴你為甚麼 有坊間的太平公主 唐朝的太平公主? 沒錯,就是唐朝的太平公主 她以前的時候有很多病 對,驚奇又不准,而且… 太平公主驚奇不准,你也知道嗎 聽說…她怎樣治驚奇不准 有一天她聽到坊間說 童子尿、撒雞蛋,是有效的 她將來試完後,元氣大好 總之怎樣?越吃越美女,Carmen 吃完之後,她比武則天重用 差點做皇帝的 你說是否上位 先看看,全部人聽到我喝童子尿有效 不,喝童子尿有幫助 很多皇帝和皇后都喝童子尿治病 喝童子尿有方法 不是每一種尿都可以喝 三歲至五歲就可以 而且是早上第一種尿,甚麼都不喝 因為那些尿才會幫助你血液循環 其實Adam,我們平常只有罪 你要說這些話,害我們 不是害你,Carmen 外國也相信這個偏方 外國? 德國有個26歲的男生 他是健身教練 他聽到他的偏方在本草項目 我們試試看吧 本草項目有記載,喝童子有用 他每天決定喝三星的尿液 喝完之後,他三年沒有病 還有六塊腹肌 喝完後馬上有六塊腹肌 不,要保持喝 說得我越來越不信,別客氣 是真的 不,不… 有味… 可以分享一個四川的男子 不知道是否看得太多 可能是本草項目或古代劇 醫師很喜歡用針來試 針灸? 對… 不知道這個男子是否有採菇的習慣 每天都行山 然後他有一天採菇 看到菇很有趣,很想吃 然後用針試試,看看有沒有毒 誰知道針沒有蝦色 好,他說這個可以吃 吃完之後馬上還要毒 然後進去燕 這支針差過了,為甚麼 那支針差過 那支針差過 不是,這支針差過 常常用銀針試毒 看見你心色有整根板 不是每隻針都被銀針試 因為他不是皇上 如果皇上的話 就可以拍攝神志幫他試一口 他不一定會哭,他用針 不,留意我們不是說偏方 而是Alan的偏方 對他說這個有甚麼奇人而是 奇形怪種的迷信而發生的事 好,讓我分享我的 我這是一個超級迷信的印度男生 他聲稱自己聽到神的召喚 他說神叫他活著自己三天 三天之後,他就可以成仙 然後他叫村民去幫他 有些村民又不知為何會聽他說 他令整件事很大陣仲 又有音樂、灑花 好 最後真的成功迷信 但因為事實太大陣仲 令警察轟動了 8小時後,警察就過來 救他出來 但當時那個男人真的死亡 因為他真的迷信了8小時 8小時,你還沒死? 對,8小時 他真的用來擀住那隻嗎 對,完全被蓋住 不吃東西 但他真厲害 他做這件事 之前還要是絕食了4天 對,後來救我出來 他醒來後還要罵警察 罵他身邊的人說 你為何罵出來 你為何阻止我 你為何阻止我 阻止我 他阻止我便宰仙 他準備過程也很艱辛 4天不吃東西 對… 還要埋了8小時 還要不成功,半途而廢 你這些是飽的,但真的不太飽 你現在去找他 這是內地江蘇省的男生 這男生有一個大家都常常有的問題 就是便秘 便秘聽到一個偏方 就是原來有些動物可以幫你開胃 開胃 於是他做甚麼 他拿了一條20厘米長的黃線魚 由江門進入去 那條生的黃線魚 沒錯,一條活生生的魚 對,很長 他想起甚麼就覺得 可能便秘,有些事在地上 會否他幫我開胃 出來了 有畫面,我有這樣說 怎知道魚一把進去後 開始不聽話了 自己在咬 越咬著進去 那時牠的血腸也咬爛了 一開始那男生就覺得 糟了,很沒面子 我不想報警,很醜 在我忍著 後來覺得很痛 很痛,我才去看醫生 那時候醫生要把全身麻 才可以把那條魚拋出來 而且這條魚仍然活生生 可以吃 還不在吃東西 這條魚的生物力是很高的 很強 那時候應該是垂死狀態 我吃過男的眼睛 你跟Alan一樣的,有消滅 我想說,我有一個跟JP有些相似 也是把一些外物打入你身體的範圍 這個就是來自巴基斯坦 有一個孕婦 巴基斯坦的孕婦本來已經生了三胎 三胎都是女兒 他聲稱,老公說 如果你未來這一胎再生女兒 我就會拋棄你 他真的有了 即是有了第四胎 趙超聲波時發現也是女兒 他很害怕被老公拋棄 後來他去了聽一個 信仰治療師的意見 甚麼是信仰治療師 其實是一個信仰治療法 巴基斯坦那邊 他聽了這個信仰治療師說 就把一條5cm長的鐵釘 打到自己的頭上 自己打 這樣打進去後 你的胎就會由女兒變了兒子 他還要在家裡做這件事 後來因為真的受不了 很痛,痛得很厲害 於是他的家人看到他也不對勁 想幫他拔掉那些針 但不成功 所以他一定要去醫院 去處理這件事 而且他的針好就好 他只是穿頭骨 他還未打到他的腦 如果打到他的腦 就真的生女生子也生不到 對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介紹到祖姐 他也挺狠 他真的很害怕他的老公 這就是重點 事後,他老公出來接受訪問 首先他說了幾件事 第一,他從來沒有跟他老婆說過 如果你不能生孩子 我要跟你離婚 是嗎 亦說沒有一個信仰治療師 曾經參與這件事 因為他說其實他老婆 可能在精神上有一點麻煩 他也會說 他老公亂說而已 東窗事發就說沒有做過 但他老公提出了一個很有力的證供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這位老婆是他第二任的妻子 第一任老婆 其實已經跟他生了八個小朋友 裡面有四個是兒子 至於第二任老婆 本身已經有三個小朋友 不是三個女兒 裡面有兩個是兒子 對 對,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你的胎生就不能生孩子 就要跟你離婚這件事 所以之後的信仰治療師 究竟是否會發生這件事 都是…可能是假的 但大家聽完我們剛才有七個故事 你們覺得誰是… 我覺得真的有益 我已經想好了 是 好,很厲害 誰放最棒 最棒是這個 JD那個 我想不到 兩邊 你知不知道是甚麼 我想不到 不是,JB收不到案件 我製作這件事 好,我只是在之前 JB,我聽到這件事 我只是覺得… 他太有暗 一聽到就馬上會… 不要,冷靜 癢了癢了 但我覺得JB這個故事 可能你搜尋整個地球 全世界 可能有很多類似的案例出現 我覺得結論 JB那件事最奇妙的事 不是那個案主 而是那條線 是 他這麼多不線 你明白嗎 生命力很強 所以在這個地球上 真的發生了很多奇人歧視 我跟大家分享了其中七個 如果你是上述 做過差不多的事 甚至乎你有朋友做的話 請你以後不要再做這些奇異的行為 做回一個真心的人 同資料… 糖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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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風浪